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每周二晚上 法律你和我的时间了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要访到的来宾又是哪位呢 今天有两位来宾哦 好现在就让我们在现场请出两位来宾 首先欢迎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梁嘉宁梁律师 空大有法福 接下来我们欢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 林一慧林秘书长 你我都有福 是的 大家都有福了 今天呢 既然请到了这个艾滋感染权益促进会 想必我们的主题已经呼之欲出 好可是为什么艾滋病感染者要特别做权益的保障 或者是呼吁大家要注重他们的权益保障 这其实我想天鱼会有一个这样的纳闷是 为什么大肠癌的患者 为什么肝病感染者 为什么近视者 近视患者 疾病的种类这么多 那这些疾病的种类他们不用保障吗 为什么只有艾滋感染者要特别呼吁他们的权益保障 我想我们可能要先来认识什么是艾滋 这个林秘书长 我想您来自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 当然是您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普遍社会大众会对艾滋特别误解呢 是 谢谢主持人 这个问题真是一针见血 我自己的观察 长期的观察是因为台湾的民众 其实呢绝大多数身边并没有真正的认识 有一位的艾滋朋友 那大家对于艾滋的印象 其实来自于媒体传播啊 或者教科书上念到的啦 或者电视电影演什么东西啊 这些的 那这些呢就要看这个媒体选取的素材是什么 所以大家就接收到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筛选的过程 就造成了民众的长期以来累积下来的 对于艾滋的印象 其实都不太好 都是负面的 例如说觉得艾滋病是肮脏的病 觉得艾滋病人是这个一群乱来的人 要不然就是这个打毒品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毒虫 就是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 大概就是不拖这一类的这个负面影响 对那因为是这样子的长期来 大家都已经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印象了 所以呢我们才特别说说 我们也很希望未来真的有朝一日 在台湾大家看待艾滋 真的能够跟看待心脏病人一样 很希望跟看待这个感冒病人一样 但是现在现实上就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提出说 如果你面对到艾滋的议题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机会 有这样子的被信任 真的身边有人告诉你 他是一个有感染艾滋的人的话 请你不要对他另眼相看 其实艾滋就是一种病毒 那坏句话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疾病 那只是它是透过传染的方式 这跟癌症是因为生活习性 某些错误的生活习性 或者是恶性循环的累积 造成你离癌 或者是产生癌细胞 那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是某些传染病 它因为就是你运气特别不好 或者是你没有做好保护的措施 那导致你感染了 那当然林秘书刚刚说 希望他像感冒患者一样 我们不太希望了 如果他的普及几率太高 其实也蛮可怕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等同看待 就把它看作一般其他的糖尿病 心脏病 癌症等等的 可是其实艾滋因为有一个神秘的面纱 同时大家会觉得把它归到性病 而且是特殊族群的性病 那某些传统的保守的 或者是带着封闭观点的宗教者 就会觉得这是上帝惩罚 某些族群的一种形式 他浮现出来的形式 所以我想接下来要请梁律师来说明一下 其实像这样的 我们对其他疾病比较不容易将污名化 可是为什么碰到性就特别容易被污名化呢 对 那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就凸显了一个 就是说艾滋跟他所背后代表的一些污名 跟他的给人的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刚才秘书长也有提到说 他可能马上就让人家联想到说 因为知道说你这是透过 可能不安全的信心为所传染 那就会开始联想到说 很多媒体上面 比如说过去曾经发生的 像是农安街的home park等等 那媒体的追踪的这个方式 就是不断的去凸显说 这里面可能有多少男同志 或是说 其实从新闻的报导 我们反而可以发现说 其实里面都 比如说有保险套的人 这反而应该是说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性行为 但是媒体却是把它形容成是一种 比如说肮脏的啦 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性解放 就是让人家会去联想到说 可能跟某些族群 比如说男同志是高度相关 但是真正其实爱滋 他应该是跟所谓的行为 就是性行为 不安全的性行为 才是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性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立法上面 比如说是不是要特别为他 去做一个特别法 因为我们很少针对单一个疾病去做 糖尿病患者 对对对 去做一个单一的立法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爱滋 以前是爱滋防治条例的 这个特别的立法 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 是 好其实以前在这个 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性病 也会传染 像梅毒 菜花 那其他的性病 好像也没有这样子 被特别凸显出来 顶多大家就觉得 一定是你性行为的时候 你没有保护好自己 没有做好安全的保护措施 或者是 其实像有一些性病 其实会透过浴室 公共浴室 甚至马桶 或者是说三温暖 里面被传染 所以爱滋的感染方式 也是类似吗 我想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 是 我其实想要澄清一下 那个艾滋是一种病毒 那它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传染方式 它到底怎么传染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血液 精液 阴道分泌物的交换 接触 这样子 对 那 这个精液跟阴道分泌物呢 就是被我们归到 它为什么会 大家觉得它是一种性传染病的原因 因为它发生在 没有使用这个 这个保险套 或者是其他的隔绝的方式的 这个性行为上面 就会出现这个 阴道分泌物跟精液的这个交换 这样子 对 那 可是啊 它虽然是这三种体液 其他的体液不会有 各位听众朋友们 这个一定要特别再说明一下 其他的体液 比如说口水 那 比如说汗水 尿液 这些其实都是 还有眼泪 这些都是体液的其中一种 可是这些都不会使你们 使大家互相的感染艾滋 即使你碰到的是一个 艾滋感染者的汗水 它的尿液 其实这个是完全不会的 所以它 所谓的体液传染 但是它是限定特定体液 血液精液 阴道分泌物这样子 那 这样子的传染 非常特定的传染方式呢 其实它还有更特定的一个 限制就是 你碰到的这一些体液 必须要是新鲜的 新鲜的 对 就是它还在 它还能够 还能够流动 对 就是它如果已经干掉的话 比如说像现在 如果说桌上有一滩 这个艾滋病人流下来的血 然后我手上也有一个伤口 我去碰到它 那如果这滩血 其实已经干掉的话 其实就算我有伤口 去碰到它都没有关系 是 对 所以要在病毒活跃的状态之下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像这个 阴导分泌物啊 这个精液啊 这两个 这两种 你不会碰到 干掉的卫生纸被传染 对 就是它真的是 比较就只限于发生 在性行为的这个过程 跟这个前后 这样子 对 你就是 比较不用担心的是 这个 比如说公公 这个公厕的这个 什么马桶啊 或者是这种东西 这样 漱口碑啊 餐具啊 对 对 这个是 然后因为它就是限定这三种 我们刚刚有提到 口水不会传染嘛 所以才会说 跟这个有艾滋的朋友 一起吃饭啊 就算你们是吃同一锅 这个菜 同一锅的这个火锅 都没有问题 这样 或者是你们用的是 同一批的餐具 对 那还要表示说 这是它的汤匙 这是我的汤匙 不可以一起洗 要分开洗 还有高温消毒 其实是不用的 对不对 对 虽然我们还是推广公块母池 可是理由是避免 A肝跟E肝 而不是艾滋 是 对 所以 其实艾滋的感染方式 很简单 它就是透过性行为 而且是没有保护的性行为 是 是 另外就是血液的交换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由这边才衍生出来 比如说 这个母子垂直感染啊 然后这个 共用针头 就是这个 毒品施打者 共用针头 或者是共用西施液的时候 因为太快速地 直接插入血管内 而导致了 这个 艾滋病毒的传染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新鲜血液 或者是体液 而且是体液直线于精液 跟这个阴道的分泌物 没有这三种 这个体液的交换 我们其实 跟艾滋感染者相处 是可以 以平常心 没有特别需要 添购什么高温消毒啊 或者是特别小心啊 或者是要戴三层手套啊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对 这个好重要 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说 你不要因为太担心 艾滋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性行为的时候 反而戴两层保险套 对 因为其实戴两层保险套 反而保险套中间 它更容易摩擦 所以更容易破掉 结果就 就 反而 反而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对 适得其反 对 好 刚刚说到艾滋的 这个感染方式 其实 它有血液的垂直传染 或者是输血 那其实 在 去年我们也听到 一个非常 这个 让大家惊恐的新闻 就是既然透过器官的移植 那 所以 所以其实 这个在 艾滋感染者本身 他的个资 有没有被保护到 或者是说 万一他要捐血的时候 或者是他要做任何的医疗行为的时候 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被明显的标记 因为 去年 这个 在台大团队发生的 器官捐赠 然后 有五个 这个 五个病患 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接受捐赠 其实很多人在想说 为什么不特别标记那个感染者 所以 我们接下来会谈到 台湾的艾滋专法 对不对 是 这里可能也会 延伸到 一般人对于 要不要特别去标示艾滋感染者 不管他是 因为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途径受到感染 他可能因为 他需要接受捐血 比如说 那个 天狱就知道 像地中海 贫血症 他可能 每隔一段次 他就要 他就要输血 那这样的高危险群 他们本身 是不是也应该被 特别标记出来说 你是这一类的 这个 需要输血的高危险群 所以我要特别 把你标示出来 那这个标 即使在医疗上面 需要的话 那么在其他的方面 能不能保障 他们的个资 让他们 不会因为这个关系 在人群里面 时常被 这个标签 这会影响到 不只是 这个生活 可能 工作 可能求学 可能还有其他 种种的社会层面 都会被影响到 其实 还是回到原点 为什么那个 癌症的患者 就不会受到 这样的处境 即使你肝癌 你也不会说 特别在 人群里面 被标示出来 或者受到歧视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对 爱子一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 把它污名化了 所以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是啊 其实我们 现在有一点 大家一起在承担 这个已经继承的 这个 这个污名的效果 那因为它 已经成型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 是尽量去重塑它 打破它 传递正确的资讯 希望能够重塑 大家对于 爱子的了解 跟认识 这样 是 对 接下来可能要请 梁律师来介绍一下 很多朋友不知道 其实有爱子专法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法律 其实 也是蛮有趣 就从它整个立法的 过程 以及之后 修改的一些历程来讲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想待会 密算可以补充 就是说 为什么那时候 要特别针对爱子 去做一个专门立法 其实那时候的感觉 好像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 从外国来的疾病 不是在 我们本土被发现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 那是因为医疗技术 不够发达吧 不是啊 就是说 我们只要防堵这些病毒 在我们的国境之外的话 可能就可以达到 这个防治的成效 所以一开始 我记得它的立法 很大一部分 可能着重在 比如说 外国人事入境的 这些管理上面 那之后 其实最近一次的修正 主要从这个条文的名称 也可以看到说 把感染者权益保障 这样子的字眼加入 那这个其实 是对于整个爱子防治 有很重要的一个成效 就是说 终于 大家正视到说 其实要防治爱子 必须要先从 爱子感染者的权益保障 做起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 也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 隐私的权利不保 然后比如说 如果他 就医就学 甚至是 居住的权益不保的话 那 大家为什么要去 知道说 自己有没有爱子 为什么大家要 去做检验 因为如果 我让大家知道 反而我的生活状况 会变得很差 所以就是说 从保障做起 才可以让这一个 疾病慢慢的 盖密书来提到说 把这个从 污名的这个 泥沼当中去 逐渐把它 恢复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 这个 法律 就是说 它的重点应该是要 保障在 权益 保障方面 而不是 所谓的防堵 或者说 去 找出所有的感染者 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专法的名字好长 梁律师要不要念一下 对 他其实 之前是人类免疫缺乏 好像是防治 不是 之前是后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防治条例 然后现在变成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传染防治及 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 好 律师之前也有先顿号 要不然念不完 好了 秘书长也忍不住笑了 怎么这么长啊 那个 这么长 其实也是 也是为了 它有一个 污名化的历史包袱嘛 对不对 是的 要不然 为什么不直接叫艾滋病 一定要叫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其实是为了 把它证明 让大家 因为 只讲艾滋 大家就会联想到 污名的那一面 对 因为大家对艾滋的印象 真的太差了 你所有能想到的 差的形容词 都可以放在艾滋上面 这真的很糟糕 什么上帝的惩罚啦 对 那那个书写怎么办 对啊 那个继承子妈妈的怎么办 对 所以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这就是HIV嘛 对不对 是 那这个 刚刚梁律师也有说 为什么要特别把 权益保障凸显出来 而且是感染者的权益保障 可是这个法 刚刚梁律师说了 他这个 哇 他的历史悠久 而且呢 被修订的次数 也非常高 因为一开始 只是想说 那个艾滋是外国病 就把它绑在国境之外 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后来才有修法 那修了几次法 大概已经觉悟到 这个不是外国人专有的病 所以 梁律师要不要说一下 这个 是从民国几年开始 后来历经了几次的修法 为什么要修法 对 那这个是 这个法是 从1990年就开始 有这个立法 那 后来历经了 六次的修正 那最近一次 当然就是 最主要的变化 就是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把这个感染者的 权益保障的一些条文 加进去 那这当然也是 中间发生了 比如说像是这个 关爱之家的事情 就说 可能在居住权方面 大家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甚至在法院的诉讼上面 我记得第一审的 判决 其实也是对这个感染者 尤其是这些小朋友 这些是不利的这样子 那后来也是因为了 这个防治条例的这个修正 那后来在诉讼上 也让法官证视到说 其实这个爱之的歧视是 非常严重 然后必须 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个专法 要处罚的 这样一个行动 那才可以 可以让这个社会正视到说 其实防治的整个取向 应该是在于权力的保障 而不是在过去 我们一直 好像是要针对 所谓的高危险群 不断的要去做抽血检验 然后去做追踪等等 这样一个 一个过去的历法脉络这样子 所以其实感染者的保护很重要 因为并不是 这个透过一般生活 它有高度的传染力 如果是像SARS 那是公共传染病 那这样子就一定要集中来 这个保护 或者是集中来医疗 可是一般的 我想也有很多朋友 对艾滋感染者 有这样的误解 一旦感染就必死无疑 那个密书长 有这么惨吗 我想人都会死 只是 对 对 那感染艾滋的朋友的 死亡率怎么样 其实台湾 我们讲台湾 大家会比较有亲切感 台湾在前两年的统计数字 本地的艾滋感染者的 这个死亡率是0.3% 对 那它其实比起世界各国的 艾滋死亡率来说算低的 它比起癌症也算低 对 低很多 是 它其实比起其他的很多病 都算低 可是呢 比一般的 就是平均来讲的 初死亡率还是高 对 那所以呢 它 它其实没有大家印象中 那么可怕 那也不是说什么 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就一定会死掉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可是 它有没有跟一般人一样呢 要看你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医疗 以及你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对待感染者 好一点 因为你要对他好一点 他才会愿意出来 看医生吃药嘛 要不然他就自己躲起来了 或者是反而造成 其他的社会问题 这样子 对 那欧洲最近的一个统计数字 是说 感染艾滋的人 如果是82的话 那艾滋的就是81 这样子 所以 其实也还好嘛 我们可以把它 等同于糖尿病啊 心脏病啊 好好的保养 并且正常 然后开放性的就医 其实还是可以长命百岁 最后跟其他人没有两样 是 是 可是就是 呃 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这个生态 要能够支持 要能够支持 让他 这个正常的就医 嗯 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他 他如果因为害怕 他因为 他他自己就自暴自弃了 他就不会出来了啦 是 嗯 当不就医的时候 其实情况就变得 非常的像 柳华提一样了 对 而且他不就医 或者是说 他因为这个环境不好 他觉得 像刚刚梁律师提到 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 如果说一个地方 对艾滋的歧视 或污名太严重的话 其实会造成 一般人 不愿意出来 筛检自己 有没有感染艾滋 因为他 反而会扩大 艾滋潜藏的传染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黑数嘛 那那个黑数 增加的来源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大家 其实明明每天 都在有危险性行为 可是呢 都没有人 想要出来检查 或者没有人 敢出来检查 只是把这个问题 藏在边山下面 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对 像非洲的状况 就非常让人忧心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要这个 要有安全的性行为 然后也没有 这个比较 开朗的一个 就医管道 甚至也没有 正常的筛检管道 那难怪黑数 就会变成 这个变异病毒 他会 他会 这个 以比例成长 对 他成长速度 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那台湾其实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 全台湾的 艾滋感染者的人数 大概是 两万五千 六千人左右 这样子 对 其实并不算多 在 全球 比较起来 我们算是 所谓低感染率 艾滋低感染率 的国家 对 那 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 防治教育 做得好 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人 我们的民众 性行为的时候 都有用保险套 我想大家 满心自问 就知道 其实不是 对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 仍然是一个 低感染率的国家呢 那我们 可能要 要担心 另外一件事情 是不是大家 其实没有出来检查 其实那个黑树 没有被 计算进来 对 那 那个 我们讲黑树 其实也可能 有一点 大家觉得心里 不甘愿 就是我并没有 想当黑树的意思 这样子 对 其实是因为 你可能也有 想到说 自己 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也许你不敢 所以这个中间 一种很细微的 一个情绪的 这个发展的 这个过程 如果说 我们真的想做 疾病防疫 而没有办法 关照到这块的话 其实就做不到 那 做不到的话 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的 状况就是这样子 其实大部分的人 并不会自己 主动去检验 有没有感染 如果你敢 跟你的朋友讲说 我想去检查 我有没有感染 大家就会 邪眼对你看 你有问题 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了 你最近怎么了 你性向有问题 是 是 所以你 大家不信邪 你马上去试试看 你告诉你的左邻右舍 告诉你的里长 看他会怎么反应 你就知道 那这个其实就反映 艾滋的无名 在现在的 台湾这个时空环境的 这个现状 所以呢 刚刚提到的 一直在 我们各个 各个段落的谈话中 一直在浮现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感染者的隐私问题 所以我们就必须 从 其实从筛检 我们就应该要开始 保障个人隐私 对 难怪有很多 就是怀疑 或者是担心 自己有可能感染的 可能是 他 各种途径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性行为 也有可能是书写 那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 各种方式 他一旦有这个忧虑的时候 他不会光明正大的 去 这个挂号 说我要筛检艾滋 他就 他就 这个 采用 我去捐血 然后被验出来 我就会被通知啊 这样最好 可是后来 对不起 我们的这个 卫生署也很聪明 太多人这样了 所以就名文禁止 对 对 而且其实 各位朋友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捐血中心 并不会通知你说 你被检查出 有艾滋 他们不会通知你 这件事情 对 所以大家放弃 这个想法吧 那 其实呢 也 我自己的经验啊 其实也没有 真的有这么多人 去透过捐血的方式 去验自己 有没有感染艾滋 而 其实更多的人 是根本不会去做 这件事情 不管他用任何一种的 管道途径 对 他根本 他会想到 可是他就是害怕 所以他没有办法 踏出那一步 这样子 对 那秘书长 可不可以 直接告诉我们 如果 不管你是ABCDE 你是任何 性相 或者是 或者是任何的族群 我们 只是有这个担心 大家一视同仁 当我有这个念头 我会不会 会不会 当然我在担心的时候 所有的健康检查 里面都没有这个项目 那我去验验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要让别人侧目 那我要怎么 可以达到这个检验的目的呢 我可以直接去医院挂号 说我要验血 然后其中有个HIV的项目 我要特别验这个项目吗 是 请大家上 卫福部疾病管制书的网站 里面有一个 艾滋匿名筛检的 医疗院所的名单 对 所以就是可以匿名筛检 是是是 所谓的匿名筛检的意思 就是你千万不要傻傻地 拿出你的身份证 跟你的肩膀卡 这样就不叫匿名了 亲爱的同学们 可是要抽血啊 我就不能自己抽吧 您要到医院 然后因为每一家 医院 每一家有在做匿名筛检的医院 他们的流程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看那个名单 然后看你想去哪一家 如果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你在这个 荣总 你姑姑在里面当护理师 那你不想去荣总 你可能想去 这个台大医院 就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考量 那你选择了 你想要去的医院 然后你打那个电话 去问说 你想要这个 这个 做艾滋的这个匿名检验 请问你要预约吗 还是说你随时去都可以 那礼拜六礼拜天 可不可以去等等的 你就问他 那当然你如果信任这家医院 你愿意把你的手机号码给他 让他检验出结果的时候 打手机 通知你的话 也可以 可是呢 那就变成他有你的手机号码 所以你要自己考虑这件事情 OK 谢谢两位 谢谢 本节目是由 国立空中大学及财权法人 法律辅助基金会 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 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 法服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02-3322-6666 让法服会来帮助您 04-6316的全国许辅助基金会 对ati 应该自确行的 感谢观看